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央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针对中央即将审议莱猪进口法案 桃园市议会国民党团 上午集结了跨党派议员与民众 共同召开记者会 呼吁政府要尊重民意 反对莱猪进口 一起震出来捍卫人马健康 桃园市跨党派的民意代表 李章宇基层相亲近百人 聚集在市议会大厅联合抗议 因为24号立法院即将审议 明年美国莱猪进口相关条例 大家一起怒吼 要健康聚莱猪 呼吁政府听见他们的心声与需求 自己也有小孩子 然后也是当阿嬷的 那现在 那小孩子的健康就等于我们大人的健康 所以我一直很反对莱猪的进口 但是我们的小孩子 万人如果说吃吃的 如果说十几分就开始 全身发抖还是什么 你看这样我们的社医代表 所以说莱猪绝对不能进口 小英总统拜托你 绝对不能进口 五党级市议员 刘雪庭指出 美国新政府上任也表明近期 没有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打算 现在开放莱猪对台湾的外交经济 并没有实质的帮助 呼吁政府三思 我想这件事情是不分党派的 五党级没有党派 当然也是站在在党的立场 所以必须要来这个声援 我想这个蔡英文政府 选前三只小猪要你的钱 选后美国莱猪要你的命 我想这是很多乡亲朋友 都没有办法接受的背叛行为 希望民进党能够悬崖勒马 不要再做这种错误的决定 桃园十一月舒翠林表示 莱克多巴胺的残留 对人体健康到底有没有危害 还没有相关实证 但二十年前的塑化剂 也是这样的状况 希望政府不要把人民当成白老鼠 我们回想二十年前 当年塑化剂也是强调 说它可以随着身体而代谢出来 它只会有微量残留 可是二十年后我们发现 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微量残留 塑化剂造成我们很多的癌症病变 造成很多的生殖器官的病变 这是已经经过医学科学 各方面验证出来的 所以今天蔡英文政府 还要拿我们台湾人民的健康 当作实验吗 大家对食安健康都很关心 因此誓死捍卫国人健康 拒绝莱猪进口 呼吁总统及中央政府悬崖勒马 以台湾人民的生命安全为念 做出对台湾人健康最有利的决策 要健康 去来住 去来住 要健康 要健康 去来住 记者赖伟一 桃源报导 再带你来看 今年冬至您吃汤圆了吗 中家北建有线电视走入南侃社区 准备热腾腾的红豆汤圆 供社区长辈享用 另外也删尽媒体责任 特别在长辈品尝汤圆的同时 讲解媒体试读的重要性 丰富长辈的生活 走进卢族区的南侃里 社区长辈开心吃着 中家北建有线电视 总经理送上的红豆汤圆 与此同时 专业讲师有趣又活泼的有奖增达 也让长辈纷纷举手抢达 中家北建有线电视 脱国跟南侃里的圣诞趴结合 也让长辈笑开怀 北建有线电视公司 大家也来跟我们社区 一起做结合 半战有益的活动 今天的活动 除了有这个很好的奖品 提供长辈来参加这个抽奖之外 更重要的 我们让长辈能够了解 就是说什么叫假新闻 也谢谢我们北建 来做一个详细的宣导 来做一个很好的互动 中家北建有线公司 来给我们送汤圆 也特别为他 这长辈在我们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可以吃了这个汤圆 近年来 随着网际网路的快速发展 社区长辈也跟上时代潮流 每天都会透过通讯软体 彼此交流 而中家北建有线电视 透过走入社区 不仅送上暖心的红豆汤圆 同时也举办媒体试读课程 期望要告诉长辈 辨识假消息的方法 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 卢竹区南坎里的圣诞趴 那虽然圣诞节快到 可是有一个中国人的节日 冬至 所以呢 冬至也是很重要 所以天气很冷 所以北建呢 我们今天也特别带了小礼物 汤圆来跟所有的长辈分享 那当然今天除了汤圆 圣诞趴 我们最重要 其实作为一个地方媒体 我们认为很重要 现在一件事情就是 媒体试读 讯息不只来自电视 那讯息也非常的多 手机也看得到 那我相信很多人在分辨真假讯息时 需要一些判断 那所以我们今天也代表 北建团队来这边 跟大家做一些交流跟分享 中佳北建有线电视 透过在冬至期间 与圣诞节前夕 走进卢竹区的南坎里 不仅要用热腾腾的 红豆汤圆温暖社区长辈的心 同时也透过有讲真达 以及宣导媒体试读 借此要提升社区长辈 打击假消息的能力 记者文字军团报道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即将到来 龟山区的乐善国校 为了要落实双宇宙教育 并强化学生跟地方社区的连结 因此透过带领天真可爱小朋友 报家音 期望要向辛苦维护治安的警察伯伯 表达最真挚的感谢 热善国校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 用流利的英文唱着圣诞歌 与此同时学生为了感谢警察的辛劳 不仅制作留言板送给园警 同时热善国校也透过前往大普派出所报家音 借此落实学校的双语及校本课程 谢谢你为我们指挥教头 谢谢警察 就是大家一起唱歌 因为我们可以一起大声的唱 一起唱圣诞歌 今天我们乐善国小的第一年级的小朋友 到我们邻近的大普派出所 来进行圣诞节的报家音活动 那是结合学校的校本的特色课程 包括我们的双语课程 然后还有我们的节性教学 到我们这个大普派出所 因为跟我们非常友好 然后平常的互动也非常的多 然后来这里表达我们的感谢 龟山区的乐善国校为了落实双语教育 并强化学生跟地方社区的连结 因此透过演唱精彩的圣诞歌曲 不仅让园警感受到圣诞佳节的温暖 另外大普派出所的园警也特别回送糖果 并宣导预防毒品的正确观念 我那种感觉非常的纯真啊 就会让人又再次的回想起来 一开始要当警察的那种冲动 对就是让人更能够再持续有这个热情呢 来去面对这个工作 毕竟这个工作事实上就是良心事业嘛 就是因为这刚好有结合到那个他们的课程的部分啦 所以呢就是来到这边的话 感觉就是觉得非常的喜乐 非常的平安这样子 然后在这里我们也为他们宣导了一些 关于那个毒品的一些知识这样子 那就是觉得这样警民合作呢 就是一个最好的典范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即将到来 热散国小透过带领天真可爱的小朋友报家音 不仅让园警找回工作的初衷 同时热散国小也借由在圣诞节前夕报家音 期望要向辛苦维护治安的警察表达最真挚的感谢 记者网络军团报道 再带你来看桃园市政府海管处 为了要维护海岸生态与民间团体合作 成立了全国唯一的海岸巡护队 除了呼吁民众不要乱丢垃圾破坏生态外 也邀请民众一起加入海岸巡护队的行列 共同守护美丽的海岸线 一望无际的大海及海岸 不仅让人看得心慌生疑 同时也吸引许多民众前来交游 而会有这样干净且漂亮的海岸 全都是有一群关心海岸生态的志工 每周前往海边清洁海洋垃圾所有的成果 要救这个海洋就是要每一个人一条心 不是一个人做的 是要大家共同来维护这个环境 所以我们现在这一群人就是做这些事情 那我们每个大远环保学会的话 我们每个礼拜都有志工在这边敬坛 那除了敬坛以外最重要是怎样 就是要寻护 因为有很多不孝的人 他就会偷偷的偷偷的就会把垃圾 倒到防风林啊 倒到海洋这边 像那这边 以前这个这一块全部都是破的碎布 那经过我们静态以后 看到现在这海洋干净的非常多 陶渊市政府海管处为了维护室内的海岸生态 因此在民国107年时 透过与民间团体合作成立全国唯一的海岸巡护队 不仅要保护海岸环境 同时海管处也希望借由民众的力量 共同来守护着珍贵的海岸生态 那大家都知道 整个海岸的垃圾是海岸环境最大的杀手 那也造成一个环境的一个非常脏乱 那为了解决这个海岸污染的问题 我们在107年主动跟社区合作成立海岸巡护队 这是全国唯一的海岸巡护队 希望每个民众到海边游玩的时候 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 希望不要留下任何热射 那也给这些志工尽上最高的敬意 希望说大家一起来 如果你现在还不是志工 其想要为海岸的环境做出贡献的话 也希望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 一起到海边我们来淨滩 把热射剪干净 海岸巡护队从民国107年创立资金 已有两年的历史 而目前共有超过500位志工 每周定期清洁海岸 对此海管处除了呼吁民众 不要乱丢垃圾破坏生态以外 同时也邀请民众一起加入 海岸巡护队的行列 一起来保护美丽的海岸线 记者文字军团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位在归山区的大洞山 沿途都有铺设石阶步道 到了海拔405公尺时 会看到一个观景凉亭 360度的环景 让民众可以一览桃园 与新北两城市的样貌 因此也成为不少民众的收藏景点 相信不少住在桃园的乡亲 都有听过大洞山 但是您有实际去爬过吗 位在海拔405公尺 360度的环景 可以一览桃园与新北两城市的样貌 因此也成为不少民众的收藏景点 我觉得这一段风景非常漂亮 我本身是从树林那边上来的 然后从树林那边一路走到这一边 那实际上路上风景是还蛮不错的 然后保持比较原始 然后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原始 而且中间有很多很漂亮的油桐花 还有很多的鸟语花香 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是尽量能够让它保持比较原始 然后会比较好 顺着大洞山的人线去规划步道 沿途都有铺设时接 对于帐备或是小孩而言 其实算是很好走 但是制高点除了两亭外 相对于漂亮的景色 民众对于周围的规划觉得略显单调 这一边的view是很漂亮 但是遮阳的部分比较少一点 那所以如果能够在这里有稍微一点规划 可以遮阳让民众能够去享受这一边的美景 我觉得会更好 我觉得这个顶上这个地方要有一个大树 在上面大家来到这里可以沉凉 不然像这种这么热的天气 会觉得很热 当然这个看起来是比较单调 因为只有一个凉亭 真的是 所以一般走到上面来的可能比较少 没有那么多 就在下面就车回去了 想要站在高地上眺望桃园的美景吗 那千万不能错过大栋山 民众不妨可以挑一个天气晴壤的日子 和家人一同登山欣赏美景 相信可以留下一个难忘的回忆 记者尤嘉宇桃园报道 现在在我们看到很多的民众对于一些活动的举办 造成生活上的一些不便颇有为辞 那我们观光发展跟文化推动上面呢 它的平衡点到底在哪里 我们希望桃园市政府呢 能够广纳善言以百姓他们的需求为依规 绿色捷运是从我们的火车站一直延伸到炉主地区 这个是我们桃园的交通命脉 也是能解决我们桃园区中正路 阻塞最严重的方法之一 我现在也会全力的来监督 我们绿色捷运营的施工骑程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园 这是繁荣进步的桃园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园 活力之都希望桃园 因为有你的参与桃园越来越好